哈喽我是苏玛 我今天要来分享我写我的丰盛与爱的日记 已经到53天了 已经过了50的门槛了 那我自己在这中间也还蛮有感受的 所以想要做一集跟大家分享 会做丰盛与爱的日记 是因为我参加了洛王版主的座谈会 一个很大的主軸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跟金钱 或者是跟爱情大好关系的话 你必须要自己是那样的体质 如果你都感受不到爱了感受不到丰盛了 那其实再多的爱来到你的面前 你还是感受不到他 你必须要先自己有那个感受 你才可以吸引更多的感受进来 我就开始前一天结束之前 我就会写爱跟丰盛的日记 有记录我感觉到爱的瞬间 然后记录我感觉到丰盛的瞬间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一整天我都会觉得天哪 我今天又没有做什么事情 我不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 然后什么丰盛的好爱 应急 所以那时候初期我回去看我的日记 我就前十天我都 只能大概写一两个左右 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条例是打勾打勾的方式 慢慢的就去 比方我会去感谢 有房子可以住就是我的丰盛啊 然后有电端可以用 有衣服可以穿 有电风扇可以吹 这些都是丰盛的 然后没写下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又重温的那份感觉 通过每天这样一点一点的累积 插据你就会发现 哎对啊 每天这样的基础下我会感觉到丰盛 我会感觉到 对我就我真的很幸运 我可以拥有这样的资源 你就会开始就去注意到其他的资源 然后我觉得我的胸口紧紧的 我的胸口好通 噗通噗通的感觉的时候 我都把它当成是爱的流动 比方说我今天跟我妈说 哎我要去参加九天的登山系呢 我心里噗通噗通的超快的 我就觉得这就是爱的流动 我就会把它记下来 然后甚至是别人对我的关系 到后来我发现 当我把别人对我的关系当成是爱的时候呢 我接受了这样的爱 后来我想要关心别人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自动的去关心别人 以前的我其实收到别人的那个message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很困扰 是会有点抗拒的 可是如果把它当成是生命中的一种爱的话 我反而会觉得 还蛮好的感受 所以我也会把这个感受就是传达出去 写到第五十几天的时候发生了 我一直想要有一间工作室 这件事发现我心里很久 因为我是美术系的学生 我一直想要有一个空间创作 可是我自己是租在小套房里面 七平大小套房 可以创作空间就只有 大概是一平的位置 就很小就很想要有一个工作室 刚好就是遇到有一个老师 他就提起说他有一个空的工作室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去跟他借来用 因为他觉得这个工作室放在那边 久了没有人去也不太好 这样我听到整个就 这专门就是宇宙给我的一个讯息吧 我就马上跟那老师联系接下 我老师也说没有问题也觉得很好 天哪我的梦想突然成真了 然后第二件事是我 因为我时候又要去爬九天的山 登山协会就给了我超级多的项目 但因为我是完全没有去爬过山的 所以我也基本上没有那些登山装备 我就有一种感觉是宇宙的资源就在这边 就看你要不要用而已 资源就在我们身边 不是说那个东西是他的就他的 而是我需要的时候 宇宙也会让那个东西让我来用 宇宙的资源是共享的 开始就去问我的朋友们一个一个问 然后说有没有登山用具可以借我 就马上就把东西都凑齐了 超开心的 我那时候虽然如果真的要租借这些用具的话 因为登山用品 他们可以有那种长时间的租借 我其实算下来大概都要两三千块 没想到最后大概借下来大概只要花七百多块吧 其实这是我执行到五十天以来 非常有感觉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写这些丰盛跟爱的日记 我没有那种很急迫的就是金钱上的需求 一定要两年内赚到几千万几亿啊 或者是我两年内我就要有婚姻伴侣的关系 我并没有这样子的设定 我只是会觉得如果不断的写书写 写了五百写到一千真的能够获得财富自由的话 那就写啊 我没有限定他会用什么方式 让我感觉到我是财富自由的 东西女爱的日记是可以非常可以尝试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你也会因为知道自己每天都要写日记吗 你就会在心里面对生活产生了更多的觉察 我会对很多事情充满感激 这样别人的一句赞美 别人的一个帮忙 别人对你的一个微笑 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感激 那我也有发现就是当我写这个日记的时候 我的人员似乎变得变好了 别人也会主动的靠近我跟我攀谈聊天 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在写的过程之中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同时在写日记 也在IG上面更新 我的丰盛跟爱的日记就是更新在IG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可以找到 也可以去参考看看 通过就是他们也在努力 我也在努力 这个人很喜欢跟别人一起努力的感觉 在一起努力的感觉之中 我觉得我是有伴的 也可以看别人他们对爱跟丰盛的定义是什么 这就是我50天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嘛 存款就是几万块 但是我可以每天这样子无忧无虑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 真的是谢谢大家 好了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会喜欢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我写了什么的话 你们可以中我的IG 一起跟我加入书写爱与丰盛的行列 大家一起感觉变得更丰盛 其实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希望你会喜欢拜拜